好能看的情况 那么刚才我们把整个流程分析了 对吧 那我们现在呢 就按这个流程去一步步的去操作 对吧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在这里 在我们的这个地方呢 建一个单独的一个文件夹 专门装我们的这个程序 对吧 我们直接呢 这个建个文件夹 比如说就叫验证码 验证码的英文名呢 就叫capt capt cha 然后呢 这个识别吧 i c o g i g n i z 对吧 好 那建这个文件呢 然后我们把这个啊 把这个tf records拿过来就行了 对吧 我们只要用这个东西 刚才我们是 这个代码大家也会发给大家 通过这个 把这个 所有的这个数据呢 转到tf records里面呢 好 我们复制过来 那么接下来有这个数据了 我就先呢 先进新建一个程序 那这个程序呢 我们就取名叫cpt 训练对吧 train 好 那么首先呢 我们就把这个啊 我们的这个tensorflow呢 先导过来 import一下 tensorflow stf 好 我们把那一点啊 好 那么这里 我就直接进一个这样的一个函数 或者说直接在if if 刚刚 name啊 等等于 刚刚 name 当中去做了 对吧 好 那么这里呢 我就直接定一个函数吧 定一个函数 定函数叫 验证码识别 对吧 直接叫cpt capture ic吧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整个函数 然后呢 这个函数呢 在这里 好 写一下这个函数 好 验证码识别程序 对吧 那我们这个呢 return now就行了 先return now 好 那我就根据刚才的这一步一步的去做 对吧 首先第一步我们要干什么 是不是读取数据吧 那这个数据在tf records里面 那是不是要从这里面去读取吧 好 那我首先第一步 对吧 比如说我们第一步 读取验证码的数据文件 这里面我们是这种tf records的文件了 对吧 那我在这里指定一个这个命令行参数 就指定它文件在哪个位置 对吧 好 tf.app.flux.def define一个street啊 这个目录 然后呢 我们的目录在单前目录下的tf records里面的tapture啊 tf records 在单前目录下tfrecords下的这个pcpcha.tf records啊 这个文件 那么写一下啊 这是它的这个文件目录啊 这是它的值 我们放在这里 放在这里 然后这里我们写一下这个captcha这是一个名字对吧 我们的编练名 dir 好 接着我们解释一下对吧 我们的验证码验证码数据的路径 好 路径 那么我们建一个flux去获取这个capturedr吧 对吧 好 那我们建一个tf.app tf.app.flux连大式的flux 对吧 通过这个东西过去 那我这里建立一个大式的flux 好 那接下来我们读取验证码图片文件 我单独用一个函数去实现 图个样 可以吧 就是我们这个流程要读取嘛 是不是有一个读取的流程吧 我们单独用这个东西去实现了 那我们在这里定一个叫read吧 你放一个readread and decode解码对吧 好 那这里呢 我们就不用传文件进去了 就不传文件进去了 直接获取这个flux就行了 好 我们这里返回值 那这个说明等一下写吧 因为我们有返回值的 先写个呢 先说一下吧 读取数据 API 对吧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地方读取数据返回什么 返回什么 我们要读取这个图片数据吧 6000张图片数据 然后6000张图片的目标值吧 是不是要读取了 来返回我们的image 直接写image 跟bench吧 跟bench 还有我们的label 跟bench 好 那接下来读取数据 再怎么读 这几步之后还记得吗 我们再回一下 第五天我们在讲呢 对吧 读取tf records的时候 在这里 第一个构建文件对列吧 对不对 构建文件对列 然后再去读啊 好 那我们第一步就来 根据这个 第一步 构建文件对列 那我们要把这个文件的列表传到这里面吧 哎 那好 我直接tf点 train点 什么 构建文件对列有哪一个 string input producer吧 好 那我这里装进去的 这个是一个列表 列表带着我这个文件的路径吧 是不是在这里 好 我直接把这里就行 或许出来 就是flux flux点 capture点 是不是就有了 转到这里面 好 那么这里面的顺序打乱可不可以呀 可以吧 因为它这个图片跟类别 目标标签是不是存在一个地方了 一个样本 你是不同样本 好 那这个地方呢 就不用管了 对吧 好 我反为一个 fail kou1 好 那么fail pin里面就是我们的文件队列了 那么接着我是不是要去读取吧 诶 构建 构建 我们的读取阅读器 直接阅读器也行 阅读器 读取文件内容 默认一个样本吧 不是一个样本啊 好 那么这里就是tf点 我们读取直接看一下 我们之前用的是什么 tf record reader吧 就用这个东西 tf点 record reader 好 反为一个read 等于这个 那接下来是不是读取内容吧 读取内容 好 read 点 read 那read 是不是read 这个fail pin吧 fail pin 返回 t value 文件名 文件的一个样本的内容吧 value 那要注意了 这个value我们再读取的是什么 是不是一个tf records文件 那对于tf records文件 我们要解码 解析一个三个协议吧 对吧 所以我们在解码之前 注意了解码之前 我们要解码内容吧 就是字符串对吧 字符串内容 是不是要进行一个解析吧 对吧 注意了 tf write i c o r d i s 需要 格式啊 这样一个格式 一个三破协议 需要 解析 解析的话 怎么解析 我们用什么解析的 tf点 之前我们用什么解析的 是 single 一个三破解析的吧 对 是不是这个工具啊 那我们就直接 拿来用就行了 我们直接获取这个名字 好 获取 这个名字 解析 解析哪个内容 是不是value value v l u e 那这个value应该是什么 一个三破协议吧 是不是这个东西啊 我们在构造的时候 是不是写进去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东西啊 是不是要解析这个 一个三破协议块 所以我们在 这里对吧 在这个地方 写上 你有哪些 要解析的 是不是你有 image和label 要解析出来 这是对于一个样本解析啊 对一个样本啊 不是有很多样本 这里是一个样本解析 那我们 这里有一个固定的写法 就是这个东西就行了 是不是tf点fix lamefeature 然后里面的类型和形状嘛 好 假设形状我们都不设定啊 我们现在默认值 好 这里这一个 那我们存进去的时候 看到我们存进去的时候 这里是以什么存进去的 是不是stream那些啊 那所以你解析出来 是不是也是stream那些嘛 注意了 存进去是什么 解析出来也是什么 接着 一个图片 我们是不是有特征值 然后还有什么 目标值吧 我们把它放在一起了 刚才放的吧 刚才放到这个record文件里面 好 这里也是一样 也是stream吧 看到我们存进去 是不是也是stream存的 所以我们解析出来 image label就是stream类型 好 接下来返回一个features 这个名字你可以随便取啊 features 这个features是一个类字典的格式吧 是不是你可以获取 它的image是什么 label是什么 好 注意了 我们读取了这个features 它是一个stream类型 我们要把它解码吧 解码这种字符串类型 怎么解啊 是不是tf点 就是奥进之吧 tf点 decode 有哪一个 我们有哪几种类型 csv 图片 decode的jpg 有decode的row 是哪一个 是不是decode的row吧 我们说这个是不是针对于 奥进的文件来说了吧 所以我们这些是不是解析出来 奥进的文件 所以decode的row 注意了 decode的row 那这两个是不是都要解析 是吧 我先解析图片的特征值 好 那我们这里 第一步 先解析图片的特征值 那么在这里我们选用features里面的哪一个 是不是images 解码成什么类型 我们说默认都解码成uint8吧 我们存进去是用string类型 我们解码用uint8 这样一个东西解码了 好返回我们的image 是不是解好了 那接下来第二步是不是解码图片的目标值了吧 解码成图片的目标值 好 那么把这里拿出来 在这里改一件名字 这里就是label 这里呢 就是label 好 我们先解码出来呢 直接先看一下 对吧 我们每一步呢 都打印一下 print一下我们的image和label 对吧 现在我们没有返回值 那这个地方呢 直接调用一下就行了吧 调用我们的read and decode read and decode 那他没有返回值 是不是这样 这个是不是总的一个流程吗 然后呢 这个流程里面我们又单独调 读取印证码文件了 读取印证码文件在这里读取的 好 我们来运行一下 这两个层色都读出来了吧 是不是你的形状有没有固定 没有固定 好 那接下来是要干嘛 是不是要设置形状 然后在批处里 把6000个图片都读出来吧 好 当然我们每批次不读6000个 每批次读100个 不可以啊 第二个这个步骤 我们要改变形状 好 那我们改变了 这是一张图片 对吧 TF点reshape吧 这把image转换成什么形状 什么形状 它这个彩色图片 然后高20宽80 彩色图片吧 是不是变成一个image 干reshape 这个是不是我们转换形状了 好 接着注意到我们为什么要转换形状 是不是因为bench批处理的时候 你形状必须固定吗 那我们就直接固定了 好 接下来要对 labels也要形状改一下吧 那labels你也可以通过reshape 我们为了同意 你也可以通过label转换一下 那这label里面有什么 是不是有四个指 是不是就是一个列表吧 它是一个一维的吧 那我就直接转换成四 是不是有四个数值 那四个数值 是不是一个样本 是不是这四个数值 是不是一个列表 把它转换成这个值吧 这里每个值是不是对应着英文字母 是哪个字母吧 好 那我们转换成这个范围 label 干reshape 好 我在这里再打印一下 再打印一下 image 干reshape label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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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兵情价 是不是行传就这样了吧 是不是这样呢 哎 行传就已经有了 所以你看到这个东西就知道我们的样本读取好了 好 那么现在是不是就一张普遍吧 是不是我要进行批处理 那么之前我们在训练的时候 你是不是实时提供 而且实时提供的时候 是每批词 第六天啊 第六天 你每批词 可以指定他读取多少个吧 我们之间是什么 用50个 你这里也可以有50个 100个都可以吧 对吧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批处理 进行批处理 好 TF点 train点 什么 bench吧 bench传进去 你要对哪些批处理啊 哎 image reshape 干reshape 和label reshape吧 这两个是不是都要要的 进行批处理 也就是说每批词 读取的样本 数 那这个数量 我可以定一个数量对吧 比如说定100个 那么这个每批词读取的是不是 你每次训练的时候也就是每次 每次也就是每次训练时候的 样本是吧 哎 这里要注意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定一个 批词每批词大小吧 好 TF点 APP点 flux点 define一个 integer 那么这里面我们直接写 这个bench size吧 我们每批词呢 给他100个可以吧 好 然后呢 这里说明一下 每批词训练的样本数 对吧 你是一步一步的训练 我每批词给他100个 好 那么这样呢 我在这里就可以指定了 你的bench size多大 是不是100啊 bench size等于flux点 bench bench size 我们看一下这个词标写错了 这是复制一下吧 复制一下过来 把这玩笑放吧 接下来是不是指定一个默认 他默认也会指定一个选择对吧 然后是不是你开不死地 对练的大小吧 我们说一般跟他相等数就可以了 就是这个flux点 bench size 是不是可以啊 那现在范围我们的image-bench 和label-bench 等于这个 那是不是就是100啊 对吧 我们把这里呢 这个打印就不打印 把这个打印 录制掉吧 这不转印了 我们这里呢 打印一下我们的 image-bench 还有我们的lego-bench 同时我也把这个值返回出来吧 image-bench和label-bench 返回到这里 image-bath-bench label-bath-bench 好 返回出来运行一下 看一下 是不是120 83 140 了吧 好 这就是我们已经第一步做完了吧 数据是不是准备好了 这种啊 你的数据是140的东西 接下来 我是要建立模型 把我们的image输入进去 与我们的特征 与我们的权重偏制 去拿来一起计算 然后得出一个预测结果吧 这预测结果最终的值 是不是4乘以26啊 注意了啊 好 所以我们第二步 第二步干嘛呢 通过输入图片 特征 特征数据啊 特征数据啊 特征数据建立模型 得出预测结果 那么这里写一下 应该是一个矩阵相成吧 我们这直接用一个简单了 我不用卷积神经网络了 我直接用一个全连接神经网络 对吧 我用一层 那么这里我们写一下吧 就用一层啊 全连接 全连接神经网络 全连接神经网络进行预测 对吧 好 那么写一下 我的matrix 矩阵相成 首先你的数据 是不是 100吧 120 80 3吧 好 他要乘以什么 数据成你的权重 权重多少 权重是不是 你的前面的数量 是不是跟这个一定呢 后面数量 是不是跟你输出的个数有关 对吧 我们说了 好 权重就是20乘以80乘以3 然后后面是你的输出是多少个 四个列别 每个列别26个值吧 所以我们用个4乘以26 然后加上一个平质吧 4乘以 直接写104吧 就104 就是等于4乘以126 最终结果 是不是你100个样本 每个样本的104个输出吧 对不对 好 这就我们只是注意了 这个地方要不要转换成二维啊 要吧 矩阵相传必须是二维 所以你这个地方是二维的 但是你的label image 不是二维的吧 好 接下来我们定一个函数去做 对吧 比如说就定一个fc-model 这个model要干嘛 是不是把我们的image输入进来 输入到这个得出这个输出吧 注意了 labelbank用不用啊 不用吧 这是需要得出输出 对吧 所以我们把imagebank输入进去 得出你的外干predict吧 好 那这里简单 我在这里建一个fc-model函数 对吧 好 我在这里建一个define一个fc-model函数 我们输入来的就是image 好 写一下 这里干嘛 这里是不是要进行预测吧 就是进行预测结果 这个image就是特征值吧 图片特征值 这里我们限定了已经是100张的图片 返回是不是 外干predict的 预测值 那这预测值的形状呢 就是140乘以26 是不是这只啊 好 那接下来我们ret 先返回呢 那么在这里 我就用一个全年阶层去做了 对吧 那我接这里呢 我可以建立一个作用域对吧 比如说vstf.variable.scope 对吧 然后呢 这里啊 取个名字 好 那我取个名字 比如说就叫model 对吧 就叫model 好 接下来我要建立这个模型 应该怎么就建立 我们这里面是不是有群众和偏执 是不是 我先要随机出手 一些群众偏执吧 所以在这里第一步 第一步啊 随机出手 群众偏执 随机出手 群众偏执 那群众偏执的形状 是不是这些东西啊 来直接拿过来 对吧 直接拿到这里来 我们设置一下形状 注释一下 好 那我处置画的话 是不是用一些变量处置画 必须用变量吧 那这里我就把那天我们的这个拿过来 第六天 对吧 我们第六天把这两个APM的拿过来 可不可以啊 可以吧 我们只是形状不一样嘛 把这里拿过来 是不是用viral的音的吧 好 把这里呢 我直接放到上面吧 放到上面 好 放到这里 接着啊 我在这里呢 看一下这两行 两行 这一两行 接着我说的 首先 出手的话群众 W EI GHT GHTS HTS 等于 是不是我们的VT Variable 形状传进去 就行了 好 20 乘以 80 80 乘以3 然后你的后面的形状是吗 4 乘以 26 是不是这个东西啊 好 接下来是BIOS吧 BIOS 等于 BIOS Wariable 这一把传进去 就4 乘以 86吧 是不是就这支 那么 接下来 是不是要进行 全链层 议算了吧 全链接层 全链接 链接层 计算 这里我们没用这个 卷接声音网络 先就用这个啊 好 全链接计算计算 是不是就举成三成吧 TF点 MATAMO 对吧 MATAMO 相乘 相乘 第一个传进你的image 但是你的image形状是什么 你的image形状是100 对吧 这写下注写 写清楚点 120 83 所以我要把它转换成什么 resave一下 对吧 我们在这里呢 直接 将 数据 将我们的图片 数据 形状 转 形状转换成二维的形状 转换成 二维的 二维的 形状 那么 在这里 转换二维形状 就是通过receive就行了 你理解吧 TF点 I resave 降不到 image 是不是我们刚才 读取出的image 传这里来了 读取的image 传这里来了 好 那我们把 这个image 就是我们读取出来的 它的形状 在这里 resave一下 是不是 随便什么形状 是不是 20 呃 负一吧 负一 然后呢 20 乘80 乘3 对了 如果你想 就说你已经知道了 你是不是可以100 我可以啊 你也可以写100 你也可以写100 都一样的 你也写 不一点 好 转换成 image 跟resave 等于这个 那image resave 是不是就可以传到我这里 这个地方进行矩阵就算了吗 跟我们的位置相成 加上我们的bios bios 好 是不是得出 外干predict 外干predict 好 这个外干predict 这个是你输出 这个经过这个网络 对吧 经过我们神经网络模型之后的输出结果 是不是这个东西 那接下来是不是你要用这些东西去进行你的这个弯和交叉上损失预算啊 进行准确率预测吧 哎 准确率去算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外干predict了 莫让我们把外干predict 是不是要返回啊 哎 bios 写错了啊 bios 这里是bias 啊 这里是bias 好 外干predict 他的这样的一个形状结果应该就是这个样子的 哎 140 4乘以26 其实他是得出什么就得出104吧 哎 得出104 我们理解就是4乘以26吧 4个目标值 每个目标值是不是有26个值啊 26种可能性吗 他属于26种的这样一个概率 去装啊 接着我们预测结果了 反回外干predict的 我们可以呢 print一下 外干predict的来打印一下 好 那我们打印一下 好 那么这也报错了 这个 A这个类型 我们看一下 value tast paramon a has date type u 到什么 允许的float 类型 什么意思 我们读取数据出来 类型转换是什么 是不是默认都是解码成用int8了吧 所以 但是计算的时候 我们在这 manamore说 要求 数据必须是float的类型 那没办法 对吧 我们只能把这个数据还得转换成类型 所以 在这我直接用cast转换 是不是可以 对吧 kc tf.cast 哎 把这个形状转换成 我们的tf. 把括号扩下 tf.float 三号 是不是就可以了 可以了 哎 注意了 数据类型 他要求 api要求float 那你就要求说 这个地方这样吧 我把它 看下后面也用不到了 对吧 用不到了 就在这里转换也行 也可以吧 就在这里转换了 好 翻这里 那我们直接运行吧 好 是不是得出一个100104的结果 是不是 这个结果是你预测的结果吧 还有真实的结果 接下来是不是有一些东西要处理了 好 好 那么这一步也做完了 第二步做完了 对吧 神经网络已经定义好了 已经输出了 对吧 模型定义好了 接下来干嘛 我要先呢 把如果你想要进行交通 双双损值计算 是不是先得把这个目标值转换成一个什么 弯号的编码吧 能理解吧 现在你的形状是什么 你的label形状一定要搞清楚了 它是一个140 这要转换成 刚才我们用这个是了吧 140的结果 是不是转换成140 26 注意了 这个地方是不是要用弯号的编码转换吧 好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要转换第三步 我们先 先把目标值 先把目标值 目标值转换成弯号的编码 万干号的编码 那所以我们自己定一个函数 比如说就叫做啊 这个 丢干 V子 出万号的编码 直接写这个 predict吧 predict 出万号的 可以吧 好 那我说把labelbank给转换一下 是不是就跟这里一模一样了吧 是不是用这个API把这个 就通过这个函数使用就行了 来 非常简单啊 帮我们到labelbank传进来 返回我们的外干 呃 外干处吧 外干 tru1 是不是你正值值 是不是你目标准吧 对吧 正值值是从这里来的 只是把例行转移一下 好 那我们转换吧 外干处 那我们建立一个函数 对吧 建立一个函数 对方一个我们的函数 啊 那这里传进去呢 就是我们的label进去了 那然后返回 对吧 将目将读取文件当中的目标值 转换成啊 one call的编码 那么label 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形状的 140 是不是这样形状 对吧 它是140个标签值 对吧 这里我们写一下吧 就是这种 把这个值复制过来 是不是这种形状 好 这种形状 然后呢 点点点点点 后面100个 对吧 然后转换成什么 是不是转换成这种形状 然后复制一部分过来 复制一个部分过来 估计太大了 我就不复制了 直接转换成完号的编码 对吧 on hot 完号的 好 那么返回 我们先写一下 no return no 那么现在 是不是一个API就解决了 对吧 tf.one got hot 对哪个进行转换 是不是 label进行转换 我们的深度 你的内边 每一个目标值的内边的可能性有多少个 26吧 是不是这个地方 你们第一个13是不是 他26种可能性里面取第13个这个地方吧 这是他目标值 对吧 所以我们的深度要26 那这里呢 我可以定一个这样一个值 定一个back 定一个因7个 然后把这个呢 直接写着 对了 这里我写的是什么呢 你的目标值的一个什么 取的落数吧 对吧 好 也就是说 这里写着每个 每个目标值 对了 你一个图片是不是有四个目标值啊 每个目标值取的可能性 取的字母的可能性个数 那这里有多少个 是不是26 是不是26啊 那我在这写一下 你的这个字母 对吧 你的light light呢 表示字母的数量 可以吧 好 我就可以做取26 那么在这里呢 在这个地方就是flags flags点你的这么多可能性 26个吧 然后你的某个位置应该是什么 这位1吧 1.0嘛 是不是这位1.0 看一下 是不是某个位置是13的话 是不是这位1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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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记着最重要的就是assets 我们对第二个位置对吧 第二个位置 注意是这里面 是不是它转换成一个三维的吧 是不是最里面的这个位置对吧 就是13 转换成26个 弯号的编码 这样一个形式 25转换成一个弯号的编码 15转换成一个弯号的编码 对吧 好 直接返回这支 然后在这里呢 我就转换一下 打印一下 打印一下这个支 print一下我们的label网号 对吧 进行oneout编码转换 然后呢 提供给一些什么 交叉双损失计算吧 交叉双损失计算 还有我们的这个准确率计算准确率计算 好 它的形状就是这样了 啊 由 140变成了啊 1426了 1426 看这个东西是不是4 然后26吧 好 我们打印这个 然后呢 在这里处理外根处 然后呢 直接运行一下 是不是1426了 呃 这就是我们的网号的编码 当然我们现在还打印不了这个值 那接下来干嘛 该处理的都处理完了 现在干嘛 是不是进行交叉双损失计算了吧 对吧 第四步 交叉双损失计算 包括你的softmax计算吧 softmax计算 好 那这里 我们交叉双损失计算 softmax计算 是不是可以用我们那 之前的这个api 可以吧 我们把这部分拿来 交叉双损失计算 是不是在这里啊 对吧 我把这部分拿过来 啊 我这里就不定义函数了 你也可以这样 你可以把它放进函数里面 好 在这里注意的 交叉双损失计算 我们刚说了怎么去计算 怎么计算 你的预测值是不是有了 14026吧 目标值是不是也是14026 是不是这个东西啊 这是目标值吧 预测值是不是这个 怎么计算 是不是就是二维的这种形状 是不是 里面一个排列 然后直接进行计算就行了 一个计算 所以我们在这里形状要不要改一下 你这是104个吧 你这里是什么 看一下 我们现在的目标值 看一下 我们现在的目呃 真实值是不是得出来的 100104 你的目标值是什么 是不是14026 这怎么进行交叉双损算 就是把这个426转换成4乘以26 就是一个奥违的吧 然后104个值分别 0乘以log0 对吧 log多少 1乘以log多少 1乘以log多少 0乘以log多少 是不是这样去做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交叉双损算计算的时候 注意了 外干处的形状 我们写下1426 外干prede的形状 是不是140乘以26 一个是二维的 一个是三维的吧 好 所以在这里 叫做什么 labels是什么 labels是你的真实值吧 logic则是预测值 真实值是外干处 但是它是一个三维的形状 所以我们在这里交叉双损失计算 我们的外干 TRU1 必须从这个形状 转换成 这个形状 4乘以26 其实就是把这104个都翻在一起 一含了吧 然后一含一含的对应去计算交叉双损值吧 对吧 104个值 对吧 好 那这里呢 我们就是4乘以26 那这个地方 我把receive一下就行了吧 reshape一下 直接这样吧 呃 等于这个东西 对吧 我把这个写下面一点 我的 回车一下 可以吧 好 然后呢 把这也回车 这里呢 我直接tf.reshape 把我们的外干处 reshape成什么形状 哎 是不是我可以-1 对吧 当然你这100也可以 翻着size 指定一下 也行 这个 翻着size flux点 band size 好 接下来是不是4乘以26吧 啊 所以我们就是flux点我们的什么 letter number 是不是可以啊 那么直接把letter number是几次了 你的 啊 那本是26对吧 那我们再定一个啊 那我们再定一个啊 tf.app 点 flux 点 define一个 integer 这个天下代表什么 就是代表目标值的数量吗 对吧 你有多少目标值一个样本有多少目标对吧 比如说我们就 啊 labor number吧 可以labor number 然后呢 是四个对吧 然后就是你每个样本的目标值数量 是目标数量吗 那每个目标值有26种可能性吗 哎 就是说 这样写的好处就是说你以后再换 如果你验证码不是这个是把这些改下就行了吗 是把这一改啊 哎 改这个东西 当然你这个计算的时候啊 我们没有使用这些东西去使这个把它定义起来 是不是你可以通过一些命令行参数或者一些属性可以定义吗 或者说你把它单独放到一个配置文件当中 是不是你只要以后改配置文件就行了吗 好 那在这里啊 我们继续 转换成我们的labor labor的 number乘以什么 乘以我们的flux点 lighter的数量吗 l1tt12 t12 r1tt 是不是这样就变成了 104乘以26 是不是可以了 外干predict 来看一下 是不是就是这个值啊 就是这个形状吧 它是一一的去计算 这个交战上损失 然后求一个平均值 这是计算 souff的mass 计算 交战上损失 求平均值 好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loose可以用了 对吧 接下来loose也有了 第五步 是不是 t度下降 优化 损失 那么这就简单了 tf点 train点 gradient gradient descent optimizer 那么传一个学习率吧 对吧 我们学习率呢 可以随便传一个 比如说0.01 对吧 点minimize 我们的loose 好 翻回 trop 可以干 op 等于这个 那我也可以把它放到一个单独的 当然如果说你所有都放的一个api里面了你就同意一下对吧可以同意一下好接下来对吧我们定义好了这个trainop接下来我们还要求一个什么准确率吧 准确率要不要看你要关注一下每次准确率多少对吧哎求出样本的预测每批次对吧样本样本的每批次预测的准确率是多少 那么准确率预算我们再来一个这个名字改一下这里就是optrmizer对吧然后呢 这里就是我们的accuracy吧我们就acc期待了那准确率怎么去算接下来看一下准确率怎么算我们要用的工具是不是这个地方呢 现在你的目标值是不是刚才1426吧预测者是不是也是1426是不是就可以把它都统一转换成1426这种三维的形式然后对 某一个位置求他的一个值某个位置求的最大的值每个位置的预测值概率这也是求概率里面的最大值这里面26个最大值这里26个做的这里26个做的一个样本是不是104个吧 然后用ECO去比较这两个样本的13跟13一样22跟25不一样15跟15一样15跟15一样不一样只要这四个里面有一个不一样最后这个ECO会把这个样本标记为0好接着第二个样本是不是也四个去比较吧 哎只要去这样就比较就行了所以我们接着来看一下是不是应该又有一个ECO对吧TF点我们之前用的是不是ECO啊 在这里比较准确率用是不是ECO吧好ECOEQUAL EQUAL 那么ECO去比较什么是不是比较两个预测值目标值吧 所以我们这里是ECO去干嘛比较预测值目标值是否一样比较预测值和目标值是否位置 就说概率位置一样嘛是否位置一样那么这个位置一样是不是要比较四个位置吧啊有四个位置要写下来四个位置一样每个样本对吧 每个每个样本的啊四个位置一样你一百啊好行这样那么接下来是不是要ECO有两个参数一个是你的预测值一个是目标值吧哎 是为多少那我就用先传进去真实值真实值是不是外干处好我要对TF点啊 个max对哪个外干处球第二个位置的最大值是不是就这个地方第2个位置26个里面哎这个丢大值是哪个地方这个丢大值呢就是这是目标值吧哎 求出来之后接着还干嘛是不是对我们的预测值啊啊TF点啊个max预测的值外干predict 他求出第2个位置大家注意了外干predict的是什么形状 是不是这个形状所以我们要把形状给转换一下啊比较准确率一定是三维的这里一定是三维比较 这里求损失是不是二维去求的啊啊啊所以要注意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外干predict我要去转换一下你的 你睡吧啊我们直接TF点 reshape把这个外干predict转换成从外干predict从我们的这个形状转换成这个形状对吧1426 就至于他里面数字怎么去算怎么去转不用你管对吧肯定是第一对应的啊好转换成我们的形状是flux点我们的 band size吧一共100个然后第2个是不是4啊flux里面的label number 不啊然后跌下来第三个速度是不是flux是不是三维的吧要打豆花了不是相成了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个东西啊哎转换好之后是不是看一下啊 这也是啊对吧应该括号一对应的啊抽出的一口是不是每个样本是否相等的01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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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第六个 第六个是不是在这里抽平均值吧 所以把这里拿出来了 直接拿过来了 在这里删去好 那么这个eco list的 它装的就是每一个样本的一个正确与否 能理解吧 一共多少样本 是不是100个样本吧 我们这里是每批词啊 摸上是100个样本 好 那这个accuracy拿出来了 我今天再来是不是就可以去开启会话 去训练运行这些东西吧 好 那么接着最后一步 对吧 开启会话训练 那么这训练 对吧 我们首先要想的是不是要先初始化我们的变量吧 一定要定一个初始化变量的op initop 我们直接把这个拿过来了 定一个初始化变量的op 好 好 注意了 我们直接把它放外面就行了 开启会话 with tf.session session as sess 好 ssss对吧 首先第一步 那运行我们的 initop 是不是运行它就行了 好 那么接着我们这里面是不是有读取文件的过程 所以我们什么文件管理器啊 文件的这线程的协调器啊 还有开启线程要不要做 要不要去做 肯定要吧 你这个地方不是只是训练的吗 你还有读取图片的这个过程是不是有一个开启 线程协调器以及开启线程啊 是不是去它去自动的去给你读取这些数据吧 来 这里要注意了 那所以我们这里要记着开启啊 定义啊 线程协调器 对吧 协调器和开启线程 那么这里是因为我们有数据在文件当中读取提供给模型嘛 是不是啊 来提供给模型 好 那么这里就直接tf.train.coordinator 这是嘛 线程协调器吧 哎 酷的用来干嘛的 回收线程管理线程的吧 对吧 好 第二个是不是要开启了吧 哎 第二部 那么开启线程去运行读取文件操作 这部分是不是用紫线程去做吧 啊 tf.train.coordinator 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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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启 那么session 好 could 等于could 然后呢 我们的start 是不是等于出啊 对吧 它默认了已经出出了 所以我们不用加了吧 好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直接返回我们的threads 这里面都是一个个的现成实例 那接着开启之后 我是不是就可以训练 识别程序了 然后接着干嘛 是不是回收吧 回收现成 好我们先回收 could 点 这个request stop 然后could could could join 我们的stress 是不是传进来就行了吧 好 接着我们就去训练 训练 训练的话 我们说定义的学习率了 那是不是可以for 循环一步步训练 5000步每次训练 我是不是运行这个trainop 然后每次每批次训练的准确率 是不是打印出来就行了 哎我直接去session.run我们的trainop 然后接着我打印一下 第几批次对吧 好 第几批次的 啊 第百分号 第啊 批次的准确率为 好 百分号f 好 我们填两个值进去 那么这个是我们哪个值 是不是哎呀 请进去就行了吧 准确率是不是accuracy啊 但accuracy是一个trainop 我们必须run一下 或者evo一下 是不是这样就行了 那我们这个验证 验识别程序是不是就做完了 对吧 是不是接下来就让他训练嘛 你可以去在最后 对吧 在最后保存一下你的模型 然后以后来个验证码 你把只要把它验证码读取出来 是不是就得出预测结果 注意了 得出预测结果 就测试时候 预测结果在哪呢 在这个地方 得出预测结果 你是不是求出这26里面 每一个概率最大的地方 然后找到对应的那个字母 是不是就行了 是不是一个图片 比如说NZPP 你是不是找到概率最大的地方 把这个对应的数字 找到那个字母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对应的这个字母的吧 是不是就可以预测你这个 哎 输入一张图片 是不是输出一个字符创 那你就啊 好我们先来看训练啊 那么这里直接训练 看一下这个训练 他一直一批四的训练对吧 那么就让他这个慢慢心训练的 嗯 是不是这个准确率越来越高了吧 对吧 你可以说对于这种见证吗 对吧 其实我们以前识别是非常难 对吧 非常难 但现在你还没有用卷积十年多 这个也能达到非常好的效果 是不是可以啊 哎 等你这个5000次6000次 对吧 达到一个应该是能达到9798的一个效果的 都是可以的 啊 9798都是可以的 所以你只要说如果说你爬虫 对吧 爬到某个网站遇到这个验证码 这种问题了 是不是就可以解决了 对不对 你就可以把这个接口 当然他肯定是爬取 是不是把验证码爬取出来 那个图片爬取出来 是不是你把它输入进来 经过这个网络得出预测结果 找到预测结果那四个值对应的那个字母 反给他 是不是就可以了 是不是就可以反给他 然后他就可以去这个 签到那个用那个什么 slending 什么或者是其他的 这些东西签到那个空格里面是不是就可以了 是吧 比如说这个验证码 识别的活对神经网络来说非常简单 啊 只要有神经网络识别什么都可以 是吧 现在说已经达到90%了 是吧 基本上你来个验证码 基本上就 这个啊 这个达到的最高的 是应该是比OCR 那个东西要高很多的 要高很多 OCR那也只能达到90%不到 啊 他应该是达到90%不到的一个效果 是80%多 这个呢 是可以90%一直往上 我们再等一下吧 我先把视频暂停了 我先把视频暂停了